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我们在八字里面时常在那边讲 子武毛友为市政为桃花 你的八字子武毛友越多的话 基本上你的桃花就会越往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地支 游武 游有 甚至连大运都是子 各位 这一个人 他的一个问题在问什么 他的桃花在哪里 奇怪 他怎么会问他的桃花在哪里 其实各位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直觉式的 就是条件式的 看到这样子武毛友 他桃花一定很旺 可是实际上各位 八字并不是这样看 他一切都还是要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他从五行流通上面去看 而他绝对不是看子武毛友 乘虚丑味这一种什么四财库 四正 你四库越多 你就财越旺 根本就不是 他就是回归到五行流通 否则的话像这一种八字 你看 地支基本上四个字里面都已经占了三个 可是他依旧在跟你讲说 他的桃花在哪里 他没有桃花 各位怎么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以他的一个本命 乙庚义合 天干星金 地支 午火去克酉金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说 其实他虽然有两个酉金 可实际上他是伤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要怎么把这个酉金救起来 那个才是他的一个桃花 会真正成真的一种情况 所以 各位并不是植物毛有多 就一定会怎么样 而是要真正以财星五行流通来讲 各位 像这一种八字 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其实你会看 假如以这个运程来讲的话 天干戊土生心金 那地支 酉金 去生子水 亥水 克吾火 照道理讲 是不是他的酉金就已经恢复了 各位 那只是大运 流年 流年 重点来啦 流年 辛丑年 子丑一合 我来克金 过来今年任寅 任寅来讲的话 各位 帝之呢 尹亥和 金生水 来克吾火 所以其实在今年来讲 他就变得是有机会 有机会 不然的话 等到他下一柱大运 他下一柱大运就是在明年 变成了 各位 他变成了是几宠 各位就完蛋了 为什么 他又回到 吾火克吾金的状况去了 而且 他还会火来生土克 还没有到这么严重 还是有一个酉金 火生土生金 所以 各位 他又回到破财的一种情况 当他又回到破财的这一种情况 他的桃花 又遥遥无期了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 子午矛友真的是桃花吗 这是很多人一直在那边 讨论的 可是实际上 你假如真的有在批命 而且你有到网络论坛 你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人 子午矛友根本就不是桃花 在这一种情况下 还是一样 又回归到五行流通的一个现象 这一个八字 其实他又给你点出一个 很多人都说 我八字缺什么 可是各位 你看这个八字 一个财 两个财 三个财 四个财 财旺不旺 各位 你不是财多吗 很多人都有那种疑问 财多就会有钱 一样的道理 他财多 他桃花在哪里 所以各位 这些 这一个八字里面 他同时反映出了两个盲点 第一个 子午矛友是否是真的为桃花 第二个 我们常常讲多 我的八字 我财很旺 我的八字官很旺 可是各位 他的现实生活 就是财旺又如何 没钱 官旺又如何 没桃花 常有的事嘛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八字 并不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些条件 十五毛友 财多又怎么样 时常都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不是这样 而是当你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